你好 我是MHVP乔纳 请问您是你家公司代表 我不是客户 我是来看男朋友的 男朋友 袁帅 不是 不是 你可千万别误会 您家小袁有女朋友的 我跟她同事这么多年了 我都不知道她有女朋友 谁啊 你跟我说说呗 反正你以后尽量别去找他们俩 要不被你发现了她的秘密 她在公司给个顾穿小鞋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就听说的 我还有急事先走了 拜拜 话说江总 你和小袁助理 在公司这么偷偷地谈恋爱 是不是很刺激啊 江总 您慢一点 别噎着 还 还行 竟然还害羞了呢 真的是 你们快吃啊 吃 媛媛 打开 江总喊小袁媛媛欸 好甜呀 那当然 我们家媛媛可贴心了 我呢喜欢荤素分开 而且 不吃胡萝卜和黄豆 她每次都会帮我分出来 对不对啊 太贴心了 黄豆怎么这么疼 那 那还有一个 我眼睛没瞎 我眼睛没瞎 江总请慢用 谢谢 我筷子掉了 媛媛 帮我剪一下嘛 美好的 江总 请江总 我突然不想用筷子了 要不 你 喂 我 爸 喂 喂江总吃饭是我的荣幸 对了 江总 我听我们家苏畅说 踏我一个顶头上司 特别不好对付 你也请人来凶得很 是啊 那人特别熊 然后又自恋又跋扈 我都不敢惹他 这么夸张呀 我听我们家苏畅说 那个人都一把年纪了 还是单身 总是嫉妒和迁怒 我们家苏畅 这种人心眼这么坏 肯定长得也不怎么样 说不定都没有头发 而且你说 按道理她都能坐到那个位置了 怎么着也不至于身边 一个女人都没有吧 所以我猜测 她会不会是 宝宝 饭凉了 快吃一口吧 江总 我们家苏畅呢 有时候说话不太长脑子 容易得罪人 尤其是她那个领导 如果欺负她 你以后在公司里面 都会照顾照顾她 怎么会呢 苏总这个人啊 在公司那是最讨人喜欢的 不管是上司还是下属 都特别地爱她 怎么会欺负她呢 是吧 苏总 对啊 而且现在有了你的支持 我相信 苏总以后在公司的事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来 我来不及了 我约了闺蜜做指甲 你们先来个工作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对了 宝贝 我闺蜜今天约了我们 晚上一起吃晚饭 她老公出差回来了 不是一直想认识你来着吗 你可别忘了啊 我要是能活着下班回去 我一定去 没 我送你走 苏总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 要不让媛媛去送她 媛媛 去吧 好的 姜总 欣欣小姐 请 这边请 小燕 你回去吧 这个硬硬出来发通告 好的 努力工作 加油